今天一会五点半我们开课 今天计划跟我们学员去讲一下整个复习备考的过程 因为12月跟考试大概率应该是在12月的中下旬 其实和我那次考试时间是差不多的 第二年2024年2023年 2022年考的时间过得好快 所以其实只有9月10月11月12月 一般大满三四个月的时间 你说不紧张吧其实也挺紧张 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说完全每天花个T8小时学 大概六天也就学个两三个小时时间 所以我们说整个的复习 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说想一次考试课的话 大概你需要花费这个两三百个小时 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其实时间也还是相对比较紧张 我从来不说这个时间足够足够 没什么意义 那么在整个复习备考的过程之后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还是要去把这个题库好的去刷一刷 其实我们大家就是好像都明白这个道理 或者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都贯彻实施的不是太坚决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做任何事情 第一是你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第二是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去坚决 要坚决 不要就是三心而已或者换得换失 这样做不成任何的事情 大概就这个道理 其他的像一些细节的东西 当然我们也会给学员 把这些细节的东西都注意到 但是大的方向就是耍题 这个我都说了无处遍 不管你抱抱抱我的课程 是吧 我都会没有什么毫不保留 就是说理解啊 什么这些东西 还是我说 那我课程的目的啊 就是两方面 也可以带大家去学习 因为毕竟如果让你自己一个人 天天五点半起来就学习 比较困难 二来说去 我会把一些就是你不好理解的东西 把它讲的容易一些 三是就是帮助你去把一些错误的思想 或者不正确的思想 把它排除掉 这是课程 我课程最大的一些作用吧 可能也是我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最大的一些原因 整体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要说我课程有什么读道的地方 我认为这可能是我课程比较读道的地方 首先我帮助大家去 把整个的一个框架建立起来 然后把一些该做的事情梳理出来 然后再告诉大家正确的复迹方法 对吧 因为方法 如果是你想要真正解决一个问题方法的最重要 这是我们课程的做 还有十几分钟吧 我也调整一下 需要去准备一下 还是那句话吧 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既然决定做这个事情 就要把它做好 时间才是最宝贵的 对吧 时间就是我们生命 浪费时间就浪费生命 大家都不要去做浪费生命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道理 课程持续在招生 因为实际求的讲就是 我对你的建议就是两三百个小时的复迹时间 如果你觉得自己能有三百个小时的复迹时间的话 那就可以报名了 是吧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我也没有办法说多或者少 这个也是不合理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每天绝习 每天不断进步 好久也没有更新招生的视频了 所以今天也做一下更新 我记得从上回考试出了成绩之后 我也没有时间更新 今天正好有点时间 跟大家去聊聊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的课程经历了大概是三次 四次吧 四次这样的改版 或者说改进 所以我们课程是不断的在 在PDC循环 不断的在这个 分享管理的基础上 不断的在这个 过程管控的这个基础上 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进步 我也说 这个课程目前发展到现在 就是当然这次考试 我们应该用的是第四代 第四代的课程体系 但是我计划从那个 下次 就十二月份考试这次 就把它全面的再转移到 这个第五代的一个课程平台上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数字的改变 这不是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太简单了 那我就 八九十十一十二 就像小学生读 数字一样读就完了 是吧 不是这样的 我们第五代的课程是这样的 再给大家去回顾一下 第一代到第五代的升级的过程 第一代的课程 就是现在大家 就是这些老师都在用的课程 就像教小学生一样 是吧 我给大家过一下标准 是吧 再拎一些这个题出来 再跟你讲一讲一讲一讲 反正讲的也不会 听的也不会明白 反正糊弄糊弄就过了 是吧 时间就是这样 这是第一代的课程 那么第二代的课程 就是我们最早用的方法 就是把管理体系的一些思维思想 我们把它应用到了这个课程中去 把管理体系的最重要的过程 是为了一些管控的一些方法 用到了这个课程的这个 一个整个的进度中去 当然效果也非常好 那么第三代的课程 我们其实就是把项目管理 因为在做第二代的课程中 我就提出了说要一次过五课 一次过五课这样的一个说法 包括我们课程也有这样的目标 那么第二代的课程 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提出 说我们要非常高效的过 我们当时只是提出我们要过 要过 但是在第三代的课程里边 我们就非常明确的提出 我们要高效 要速度快 效率高 对吧 要花的复习时间短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项目管理 这些思维一些方法 就又引入到了我们这个课程中去 这是第三代的课程 那么从这次考试 我们全面都用第四代的课程 所谓第四代课程 就是我们把课程 因为我们现在只遭受一次 考五课的学院 所以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 五课的学习内容 五课的知识 把它融合在一个课里讲 比如说这一个小时 可能我在讲这个合格评定的时候 我要把一些标准的一些思想 把一些管理体系的思想 把一些什么的事情都讲进来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五课 其实有好多相通的地方 包括考试的题目 都有好多相似的地方 或者说在这个课目里考 在别的课目里考 所以这样的作用最大的好处 就是课程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帮你更大的解决时间 没有必要说重复的东西 没有必要就重复来重复去了 是吧 重点东西我们就多去强调 是吧 就是概念 所以这次考试我们就算 2024年8月份 8月份这个考试 我们全面的在这个第四代的平台上 去运行这个课程 那么为什么现在 现在我们叫可持续的一次过50课程 其实我的计划是在下次吧 12月份的课程里 我们再把一些可持续的一些思想 因为我也在不断的学习 如果你发现一个老师 他没什么新东西 是吧 就是每个孩子这样玩 就不用跟他学了 因为肯定落后了 所谓可持续的一次过50课程 就是在我的理解 就是确实我也发现 就是包括我们的学员也有 包括大多数的 现在在从业的审核 因为我现在在做审核员 好多人就是 考过了考试 做了审核员基本就躺平了 也缺乏这种学习的动力 或者说 再继续前进的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采取可持续的一次过 我的课程 更多是要在这个过程中 就带领大家 或者和大家一起 把我们的职业生涯 把我们的整个的 审核员的这个道路 越走越宽 因为有些人也说 我考过了试 好像还能找不到机构 怎么怎么样 是吧 充满了悲观 当然我不是说 这种悲观不正常 因为每个人总会遇到 这样那样的事情 在我人生的某些段 是吧 这是正常的 我们要理解 每个人不可能 谁都是一路高歌了 是吧 一般分数那不可能 不可能是这样的 事实上也不可能 从来这样的事情 所以总会在人生的某些阶段 遇到挫折 遇到一些挫败感 是吧 但是我们遇到挫折 遇到挫败感 不是说停滞不前 也不是怨天尤人 是吧 也不是把责任 扯到别人身上 当然有些问题 确实是别人造成 是吧 但是解决问题 还在靠我们自己 因为别人没有义务 也没有 有的是没有义务 有的是没有能力 有的是没有想法 有的是故意不帮你解决 是不是 想看你笑话 什么样的人都有 当然也有说好人 当然好人不正常 是吧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 就不应该存在好人 是吧 因为好人的付出 他要有回报 是吧 他没有回报有什么意义 是吧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第五代的课程 会把这个可持续的这种思维思想 就把它灌上进去 当然这是我们 因为在要去用第四代的平台 再去用进这个课程 但是我们也会把这些课程 这些思想 把它融到我们课程 有信东西 我们就拿来就用 你也必定不要去等到 下来课程 就完全再去切换 所以我们一点点 就把思想渗透进来 所以这也是我做这个 第五代课程 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概就是这个思路 所以还是那句话 我认为说 只要说 首先你要有个想法 只要这个想法 你非常的高 其他的事情都是比较简单 如果你只是讲的 我这次考过一颗两颗 是吧 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考过三颗四颗 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过五颗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快速过五颗就行了 这样的话 你永远永远 走在别人的后头 走在别人的后头 就意味着被淘汰 就是落后 落后就意味着挨打 这种讲的道理 这个社会就这么残酷 这就是社会的板子 也谈不上残酷 优胜利的泰满 是吧 我们学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文 不满足这个社会 主要求的这些需求 就会淘汰 很正常 大家也一样 我也一样 所以我们课程 要不断地去改进 不断地去提升 不断地把一些对新的思维思想 领入到我们课程中去 就跟这样的道理 还是这句话吧 就是成年人 我也知道 没有办法去教育 只能去选择 所以我们是选择 一些志同道合的学员 是吧 我们一起前进 就这个道理 我们指导收 因为从第四 从这次考试 从2024年第二次考试 我们指导收了 一次考五科的学员 所以如果说 有一次想要过五科这样的想法 就报名的课程 我们只是考一科两科 那就不要来找我 我们没有单科的课程 毕竟我们课程只有在线的课程 当然在线课程 这有录播回放 但是我们博卖录像 博卖录像 就是这个道理 拜拜